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我本来对戏剧很有兴趣 以后我看到图书馆有这个 要造个研究的题目 我看到偶戏 我觉得跟宗教有密切关系 又有调科 又有音乐 文学 什么都在里面 它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艺术 所以不是 我觉得比较靠近一般中国人的生活 不是文人的生活 去到了台湾 比较有我脑海里面 中国社会 不能说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感觉就是很 我不知道很熟悉 我觉得就是它的宗教没有被破坏 它的社会架构也没有被变动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还有它的人欣慰等等 表演艺术在台湾还是在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困难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管是国家剧院或者任何剧团 不管你有多少粉丝在Facebook上 还是卖票很难 它演戏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爱好 就是在东方西方一模一样 就是大家脑子里面有非常清楚 什么是高级的艺术 什么是低级的艺术 那我们是需要低级的艺术 大家口头上说 啊 这个很重要 布袋西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最难过的是 我们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那最代表性的是一个白菜 那个我就没吃 那白菜以后有一块五花肉 我觉得怎么会 我任何我这里的一个布袋西 比这个好看 社会怎么变 戏剧怎么变 因为戏剧是非常民主的东西 没有观众它就死掉了 像一个老房子 你可以把它改变 是另外一个作用 但是戏剧没有人看 就完了 所以它一定要观察社会 一直要跟着社会怎么变 你就怎么变